下一個例題 12公斤的銅塊密度是9 銅塊完頭密度0.8的裡面 請問你在一通的重量是多重 基本上算簡單 因為我們前面有學過一個浮力的公式 叫做浮力就是空一通的重減掉一通的重 所以我可以用浮力去求一通的重 但是呢可能中間的過程有一些小問題 什麼小問題呢 你不知道浮力 你要求浮力 怎麼求浮力 第二問題就是單位 他給的是10分的公斤 可能密度會變成是公克 所以你要注意單位的問題 當然了 如果從頭到尾都弄錯也沒差 從頭到尾都弄錯也沒差 好 來 最後的問題想起 有什麼公式跟明明有關 不是這樣的公式 浮力就是空一通的重減掉一通的重 空一通的重 你要一通的重 那我有空一通的重 10分的公斤 我要求的是一通的重 那我還差一個浮力 我還差一個浮力 可是我需要知道浮力 那剛剛跟你講過兩招嘛 兩招 一招叫做減筋的重量 一招叫做排開的一重 那這裡的一體用掉了一招叫做減筋的重量 所以還剩下一招呢 排一招 排開的一重嘛 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所以排開一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所以排開一體積乘以一體的密度 所以BVD OK 那我要求的是B 我要V'乘以D D就是密度零點分而給 那還差一個東西 差誰啊 體積 還差個體積 體積 對這體而言 東西沉下去 那就是物體的體積 所以我可以去求物體的體積就可以 為什麼講這句話呢 因為我沒有V' plan啊 我不知道啊 可是看看前面有密度耶 好像密度可以求體積耶 這以前學過 對嗎 可是那個體積是物體的體積啊 我這裡要的是排開一體的體積啊 這兩個有一樣嗎 那二有一樣 因為它沉下去嘛 所以都一樣 所以呢 怎麼求體積呢 就回到古時候的密度公式嘛 D等於V分之N 然後V等於N屬於D嘛 質量除以密度嘛 要用物體的質量 除以物體的密度 去求物體的體積 對這體而言 就是排開一體的體積 所以往裡面帶 算出來2000立方公分 2000立方公分 就是排開物體的體積 是2000立方公分 排開一體的體積就是2000立方公分 所以呢 這個帶進去求我的浮力 2000乘以0.8 排開一體的體積 乘以液體的密度 等於排開的義重 1600 1600 好 那就帶回去啦 帶回去 再回去 浮力就是 空氣中的重 減到一重重 這裡為什麼10分要乘以1000呢 因為把它換成克重 因為你現在都是克重嘛 要不然就給我1000換成公斤也可以啦 那一些都換成公斤也可以啦 好 乘以呢 就往裡面移力了 顯然小數學的重啊 好 所以 乖乖乖乖乖乖 乖乖乖 乖乖 乖乖 就是16.4公斤重 所以答案是A 答案是A 答案是A 好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那接著就換你們來算算看啊 好 算算看 16公斤 密度 摸乖乖 這又是跟剛才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又是跟剛才完全一樣 所以想法也完全一樣 所以想法做法也完全一樣 回想一下我剛才是怎麼教你怎麼做的 剛才我是怎麼想怎麼做的 我怎麼樣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一步一步的把它找出來 因為它需要轉幾個彎 要轉幾個彎 要求議題的重沒有 變成要求福利 要求福利沒有 變成要求體積 要轉一些彎 轉一些彎 好 請問你 這個答案是多少 好 剛才說了 跟剛才的題目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通通都一樣 停車展介問 答案是多少 答案是多少 Number 只有生不在 Number 5 P05號 P05號 你答案多少 你多少 你選C 民作家 P05號的答案選C 你選C 做法跟剛才想法完全相同 最後的問題想起 誰跟一體重有關 叫做福利 空一同重 解一體重重 表示我現在需要知道福利 問題是怎麼知道福利 兩招 用掉一招還剩一招 叫做 排開了一種 排開一體的體積乘以液體的密度 那就表示現在變成要求誰 求體積 因為液體的密度知道了一點 那體積怎麼辦 體積就是排開液體的體積 但是體積裡面沒有 體積裡面只有密度 密度是可以求體積的 而且這一體因為它要沉下去 所以物體的體積就是排開液體的體積 兩個一樣 很好 那就求吧 回到古時候的密度的算法 怎麼去求體積 質量除以密度去求體積 帶進去 算一算 算出來我們的體積叫2000 2000算完之後呢 再帶回去算福利叫1600 再帶回去那個1600往裡面再再做一次 一樣 把公斤換成功課再再換回來 或者直接換你可以 所以答案呢就叫做14.4公斤重 好 以上就是練習15 跟剛才的立體是基本上一樣的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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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